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云迪 这节课江屋会为大家介绍《踩云追月》 乐曲旋律富有抒情性 从音乐中听众可以感受到民族气息的 西方现代韵味相互融合的巧思 《踩云追月》是我国音乐家任光聂尔 创作的一首家喻户晓的民族管弦乐曲 由王建宗改变成同名的钢琴曲 描绘云乐相应程序 追闹细细的场面 使得这首钢琴曲保留了圆曲的民族风格 王建宗先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作曲家 钢琴家及教育家 他根据民歌创作改编的钢琴曲十分丰富 除了今天我即将介绍到《踩云追月》之外 还有《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百鸟朝凤》和《刘王河》等 因为《踩云追月》改编至中国的传统民族音乐 所以他的钢琴曲的风格上不可避免的有浓厚的民族气息 但是王建宗在创作改编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的照搬《踩云追月》的原始民族性 他自己做了一些其他音乐元素的融合 在钢琴版的《踩云追月》创作中 他加入了拉丁美洲音乐的摊歌节奏 同时还将《踩云追月》的伴奏速度放慢 营造出朦胧有缘的意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踩云追月》 将琴曲《踩云追月》的旋律 是以传统舞神音阶为骨干贯穿全首作品的 影子部分非常的有特色 模仿了民主弹波乐器的写法 构成了全曲的一个基调 中段31小节到46小节 这是一个四句式的乐段 前两句继续模仿传统管弦乐器的表达方式 曲子表现得非常的明亮 在线部分第47到第69小节 这一部分是五声音阶的联音表现手法 先模仿民主管弦乐器的弹波乐器演奏 到最后两节中将节奏慢慢变缓慢 最后定格在长八音结束 预示着故事的结束 这首作品的情感表达首先是一个广东的民歌 所以在演奏的时候也是以歌曲的范本和歌唱的因素 为重要的情感元素 这个作品是一个标题音乐 彩云追月顾名思义是月亮云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其实在音乐的演奏过程当中 它也表现的是一个具有诗意的一个画面 非常的唯美 彩云追月的创造背景 音乐风格离不开精湛的演奏技巧 所以今日我将会为大家讲解 钢琴曲《彩云追月》中的技巧讲解 彩云追月这首作品是一个改编的作品 那么演奏这首作品 首先大家对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 那么开头部分呢 彩云追月是一个要营造一个很远方的 一个意境的一种感觉 一个影子 然后引出到真正的旋律的主题 那么在演奏这么一个开头的时候 一是要平静自己的一个心情 同时在这么一个装饰过渡乐剧到这个trill 装饰音的时候 手指要放松 然后让trill的时间可以稍微保持的长一点 大家同时要听这么一个和声 然后到这个慢慢的消失 然后再进行换一个和声 然后它是一个向中声敲击的一个泛音的一个结构 由四个音为一组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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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连起的时候不要有四的感觉 但是在练习的时候可以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同时节奏保持一个从慢到快一点点的一个过程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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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一个开头完整的影子 那么在演奏这个开头影子的部分 一个是营造一个想象的空间 同时要给人一个非常遥远远处的一个感觉 就相当于大家在仰望着星空 和看着天上的月亮的这样一个有一个距离感 接着就是主题的部分 首先大家要对歌曲熟悉 还有一个节奏速度的一个把握 那么在演奏这个主旋律的时候 一是大家要心里面去歌唱 那么同时在演奏这个旋律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演奏的比较急 所以大家可以放慢一点 不要着急 把每一个音说清楚弹清楚 这样子旋律会交代的更完整 还有就是左手的伴奏音型的时候 一定不要干扰到右手 比如说 然后这里到左手旋律 右手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要急 听右手弹完然后 继续 交代完 然后是第二句 左手不要急 左手不要急 好 在这么一个演奏过程当中 大家要注意就是一个是右手旋律和左手相互交印的过程当中 音律呢其实在节奏之上 它是一个律动的感觉 大家不要弹得太着急 旋律的一个线条和旋律的一个意境 就会被破坏 那么到中段的时候 是左手主旋律 右手是一个伴奏音型 那么在演奏的时候呢 右手要尽量的保持一个连贯性 同时呢尽量弹得不要太像练习曲 像这个音型 尽量把手放松 左手要尽量的歌唱 主旋律 然后配合起来 那么中段的这个变化呢 就是左手的一个旋律 加上右手的伴奏音型 大家一定要注意右手的十六分音符 要弹得连贯 但是同时呢 不能够干扰左手的这个旋律 然后是就到了 这个全曲的高手部分 也就是右手的八度音型 配合左手的一个合奏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 这个曲是一个改编的 大家可以把它更想象成一个管弦乐团 或者说一个奇奏的这样一个音响效果 和一个推进 但是当然它还是歌唱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把它演奏得很宏伟 但是只是说 在全曲的这个氛围上面 是一个最强烈的一个声响 那么这一个是右手的八度 再加上左手的八度 所以两只手是一个交替的一个过程 那目前呢 就是到了全曲的一个高潮部分 右手是八度 还有左手的八度 来交叉进行演奏 这个采音追悦的一个主题部分 那么同时呢 在这一段的演奏过程当中呢 右手的八度和弦 需要有歌唱的一个音色 因为本来这样一首歌曲 所以不能把它弹着像一个 很吵的一种状态之下 所以在弹奏过程当中呢 虽然我们可以用手臂的力量 同时加上手指的力量 但是呢 在初键的方面 大家可以放缓一下 下键的这个部分 尽量让它有歌唱性 要用手臂的力量 然后到左手旋律 再到右手 这里打开 然后左手 整个在弹奏这一段八度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想着是音乐上是一个 很辉煌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在身体的状态上 反而要不要紧张 不要僵硬 一定要放松 这样声音才会一个松弛的状态 把这个美妙的旋律 演奏得特别的优美 接下来呢 就是到了全曲的结束部分 那么它接着是会重复 开头的一个影子 然后渐渐的让音乐 让画面逐渐的从大家的眼中和听觉当中消失 也就相当于是消失在夜空当中的一个星星和一个光芒一样的一种意境 因为开头也是有影子部分 这是开头 那么结束呢 要把它弹得越来越遥远的一种意境 声音呢 也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弱 结尾部分和开头部分 虽然音好多是一样的 但是呢 要营造出不同的气氛 越走越远 不要着急这里 然后进入结束的部分 慢慢消失在画面当中 然后这个拍音一点都不要急 然后听最后一个音 慢慢地消失 彩虹追乐是一首非常独特的钢琴读咒曲 将传统管弦乐器和现代西方钢琴乐器的表现方式完美地进行融合 这是对传统音乐的再发展 同时也将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展示给世界 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民族传统音乐作品 但是在演奏的时候 就不能一味地按照 演奏西方钢琴曲的形象 情绪呢 还有风格 在演奏前 去了解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 由此去分析作品 表现作品 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 希望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能掌握一些钢琴演奏技巧 同时也能希望大家学习之用 将这些技巧灵活地运用到其他的练习中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